歡迎收看我的熊老師佩妮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要來介紹這個重複試驗的第N回 如果你要討論第N回的話 你其實可以直接把它當第一回討論 我們以這個例子來看 袋中有三紅二白九黑貢九顆球 一次抽一顆最後不放回 他問你第三顆抽到黑球的機率 那我們前面學過古典機率 我們可以把符合條件的方法數 除以全部情況的方法數 那這裡的這個全部情況 他雖然是問第三顆 可是我們也最好是不要只列前三個 為什麼呢 因為只列前三個的話 你容易忽略掉就是這個數字變少的時候 機率會調整 那如果你全部都數得很清楚 也不是說不行 但是又太花時間了 其實我們怎麼做呢 我們乾脆把九顆全抽出來 他也沒有阻止我們抽完 他雖然只是問第三顆而已 所以我們把九顆全部抽出來 裡面第三個位置是黑球的機率 那你九顆全部抽出來的話 你可以說是九階啦 或者你可以說是九階除以 三階二階四階 也就是看你是要寫排列的還是要寫組合的 那我們前面有介紹過 他其實因為會同儲 除掉的關係 所以這兩個寫法都會對 分子呢 分子的話呢 就是我們剛剛講到說 因為我們的那個第三個一定要是黑的 那這樣子會有幾種情形 第三個一定要是黑的 其實就相當於你把黑色拿掉一顆 那是不是剩八顆 八顆球在另外八個位置隨便排 所以其實你會排出 八階除以三階二階三階 就是少一顆黑球 那這樣子算完就是答案 那其實這樣子的話呢 你會發現 我一樣是踢掉了一個位置跟一顆球 那這個算法跟我去設定第一顆 就是黑球 好像也是這樣算吧 對不對 那我們把它算出來看看答案是什麼 所以他的結果會是 分母的分母在分子 八階乘上三階二階四階 然後九階乘上這個三階二階三階 所以會約分 八階跟九階可以約完剩九 四階跟三階也可以約完剩四 就是九分之四 那就是我剛那句 我說什麼 我說他就好像是第一顆就抽黑球一樣 所以說下次你遇到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其實你根本不需要列這個獅子 只要你夠肯定 你夠清楚 就是他就跟第一顆是黑球一樣 九分之四 那如果你不肯定了 那你就還是要這樣想一下 發現說 對 就九分之四 然後我們的第二題 如果上一題改為抽後放回 我們原本是抽後不放回 所以說把他全部一個一個一個抽出來排列 如果是抽後放回的話 他就不是一個一個抽出來排列了 他會變成怎麼樣 只要你有去想像這個情境 他更容易回答 因為你每一次抽球的機率都一樣 所以第三次抽的也是九分之四 那會跟我們剛才抽後不放回的時候是一樣的 所以說不管抽後放回還是不放回 不管是用二項式展開 二項式展開 還是用所謂的巴斯卡定理的延伸去討論 你都會發現同一件事情 就是說 只要你是重複一次做 重複一次做 重複試驗的第N回 你直接去要求說第N回是什麼的機率的話 他其實就相當於是第一個就做這件事情的機率 說箱子裡面有紅球兩個黃球三個綠球四個 從箱中一顆一顆抽出 抽後不放回 求以下四件的機率 第一題問紅球最後才被抽完的機率 那如果你想要試著寫看的話 可以按個暫停寫一下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 那因為剛剛講過了 我們就直接使用 紅球最後一個才被抽完的機率 就等於是紅 這裡寫排最後等於排鎖 等於在問你紅球第一個就被抽到的機率 所以第一題的答案是九分之二 第二題 黃球比紅球先抽完的機率 第二小題裡面 他只有問黃球跟紅球的關係 他沒有問綠球 那我們這裡寫 可以這樣子一來 我們可以乾脆無視綠球 那你說真的嗎 其實就是說我們在把九顆球全部出來 全部抽出來排列的時候 因為我們不在乎綠球 所以我們可以先把紅球先排 看誰要在誰左邊 誰要在誰右邊 排完了之後怎麼樣呢 你這個兩顆紅三顆黃球 會剩下五顆球 剩下六個空位 再塞綠球進去 而且綠球還可以塞重複塞的地方 也就是說綠球可以任意的塞進去 所以綠球任意的插入不會影響前面 紅球和黃球 用某種排法的佔整體的比例 所以在這裡呢 我們計算第二題的時候 紅球比黃球先抽完的幾率 紅比黃先抽完 他其實是什麼意思 他其實是 紅黃之間黃最後 其實可以寫紅黃之間啦 那其實就是紅黃之間黃第一啊 那其實就是 五分之三 也就是說你用紅色跟黃色去排列 我現在只有五顆嘛 二紅三黃排一列 第五個是黃球的比例 比如說有幾種啊 然後去除以總共的可能性嘛 這個比例會是五分之一嘛 因為他會剛好等於第一顆是紅 第一顆是黃的就是五分之一 那你這一個部分排好了 塞來錄定之後綠球進來 不管我當初紅球跟黃球怎麼排 塞上的綠球的方法都會是一樣多的 因為綠球可以隨意排 OK所以第二題是五分之三 那第三題同樣的道理 綠比紅先抽完代表說 先無視黃球 在綠球跟紅球之間 綠先抽完所以最後是紅球 最後一顆是紅球 可以嗎 所以這樣就這個機率會相當於 第一顆是紅球的機率 所以綠紅之間第一顆是紅球的機率是 六分之二 然後第四題 他問你三種球在抽的時候 紅球最先被抽完的機率 那你可以想一下這題你要怎麼做 那他問說三種球裡面紅球最先被抽完 那最先被抽完你也不知道他在第幾個被抽完 所以其實這一題比較好的做法是用排龍的 我們去排掉其他的 那因為這一題其實他是設計好的 就是說我們第四題所需要的東西剛好前面幾題算過了 但是你要稍微想像一下 他有點不好想像 如果你要討論紅球最先被抽完的話 那我們其實是用全部去減掉 黃球比紅先或綠球比紅先 然後這兩種情況 或者把它整個都排除掉之後就是紅球最先的 那黃球比紅先可以無視綠球 就是我們剛才的這個第二題 黃球比紅先無視綠球 要讓紅球在紅黃之間最後等於是紅球在紅黃之間是第一個 所以是五分之三 然後綠比紅先就是我們剛才的第三題 要讓這個無視黃球 讓紅球在紅綠之間是最後等於紅球在紅綠之間是第一個 所以是六分之二也就是三分之一 最後這裡是最關鍵的 因為很多人會漏掉 減完這兩個還不是答案 為什麼呢 因為我這裡是或者 黃比紅先或者綠比紅先 其實裡面有一個重疊的部分 就是紅最後的部分 他這樣被重複扣了要加回來 所以要加紅最後 那紅最後其實就是紅第一 所以是九分之二也就是第一題 所以你看是不是他的每一個零件 我們剛好前三題都算過了 所以這題最後的答案是 四十五分之四十五減二十七減十五加十等於 所以這裡是四十二啊 所以減起來是三十三啊 這樣可以嗎 南部某些地區到廟裡求籤的方式 是將所有的籤 那個籤總共理論上會有六十支 因為他是那個按天干地支分配的 六十支籤全都拿出來 像神明寡筊 這是真的 因為我自己讀成大在台南 然後我是北部人 我桃園人 所以我第一次到台南的時候 看再去那個城隍廟 是二級古蹟 然後看到當地的一個老婆婆在寡筊 我真的是大開眼界 我家附近的廟裡面 假如人家抽籤的話 就是抽一支起來 像我就比較隨性 因為我覺得神明會給我 他想給我的那一支籤 所以我抽起來拜拜就去看籤詩 有的人比較講究一點 他抽起來之後會問神明 是不是這一支寡筊 看有沒有行筊 有的話他才要拿那一支 沒有的話就再換一支籤 那我在台南看到的不是這樣子 他六十支籤的每一支全部都拿出來寡筊 然後呢 假如有行筊就再寡第二個 再寡第三個 然後有三個行筊的就留著 沒有拿到三個行筊的就淘汰 六十之間全部都問完一圈 問完一圈之後呢 把這個所有有三行筊的籤再拿出來 再問神明 你要給我的籤是這一堆籤裡面的 到底哪一支呢 所以一支一支再拿出來拔 有沒有行筊 有拿到行筊 也就是第四個行筊的收集起來 沒有的淘汰 然後再把第四個行筊的那一小堆 再拿出來問是哪一些呢 再拿出來然後有第五個行筊的留下來 然後沒有拿到行筊的淘汰這樣子 一直到最後留下那個衛冕者 一路行筊到底的 那個就是最後的他要的那支籤 非常的慎重 但是會問很久 小明第一輪問完 六十之籤全部都沒有三行筊的機率為何 那個問不到籤 如果你六十之籤都沒有三行筊 代表神明不想要給你籤 那這樣的機率是多少呢 假設行筊的機率是二分之一 三行筊的機率是多少 是八分之一 那我要沒有三行筊的機率其實是八分之七 那結果我每一支籤都會有這個三分之一的機率 八分之一的機率是三行筊 然後會有八分之七的機率是沒有三行筊 六十次 問了六十次之後 其中全部都沒有 也就是我要的是什麼 八分之七的六十次 這個就是我們的答案 所以他的答案就是八分之七的六十次 就六十之籤都沒有 那如果你想要再算出更多更好的數字的話 你就是用那個LOG 取LOG 所以是0.8451減掉0.9030 所以是0.8451減掉0.9030 所以是 那結果這兩個減出來是-0.0579 乘以60之後是-3.474 -3.474 這樣子是這個LOGK 所以K其實是 這個10的 K會等於10的-3.474次 那我們講過這個科學記號你要寫成 尾數這裡是那個純的正的小數嘛 所以是0.528 乘以10的-4 那0.528 比3 比LOG3大 比LOG4小 所以他其實是0.3多 這個是3點多 乘以10的-44 所以是萬分之三點多 這樣子可以嗎 所以這個幾率是萬分之三點多 那我們再繼續上到這裡